來關心這位曾經參加過 這個星光二班校園初選的男子阿翰 是突然離奇失蹤 警方呢透過監視器察覺有問題 抽絲剝繭呢 從這個句子當中找到了肉屑 確定呢他已經死亡 而凶手竟然是他的同志愛人 為什麼要殺他 你要什麼先求大汗 黃嘉欣到底是什麼樣的恐怖情人呢 為什麼要對男性情侶愛人下毒手 時間發生在98年11月7日 下午一點多 突然一輛搬家公司的大貨車 開到死者阿翰的家門口 黃嘉欣突然從阿翰的家裡面 拖出一個大型的行李箱 看到他 就是空洞 空洞的空洞 空洞的空洞的 空洞的 有花蓮 他出來說一個 我叫他兩個人去看 什麼東西這麼沉重 還得有三個大男人才搬得上去 阿翰人呢 為什麼前一天晚上他下班後 開著白色轎車回家 就再也沒有踏出家門一步 像是人間蒸發 像是武宗 就打電話我們爸爸來的 我們爸爸說 為什麼我們去上班 不然要請假 他是不是有找到補色了 爸爸都開始找了啦 阿翰是家中獨子 媽媽一年前因病過世之後 爸爸美上工作 阿翰就一個人住在這裡 奇怪的是他戶頭裡的錢 被提領一空 警方開始懷疑 當時行李箱裡頭裝的 就是已經遇害的阿翰 因為那個老闆跟他講 他如果禮拜一 或是禮拜二順道下來的話 價錢不用那麼高 但是這個兇險的話 跟他講說 你下來我高一點點 價錢可以高一點點 所以好像是1500而已 後來我們找到 這個搬家公司的老闆 他跟我們講 那個皮箱真的很重 要他兒子還有他 還有那個兇險一起搬 才搬得到 黃家慶寧願多付一倍的錢 也要趕緊搬走行李箱 而且銀行監視器拍到 盜領阿翰照護存款的 就是黃家慶 禮拜的時候是說運動器材 第二次是講是輪椅 所以他供給一直還付 搬家公司老闆說 行李箱是搬到 台中市一間出租套房 警方在浴室馬桶出水口 都發現有血跡反應 現場還找到一把鋸子 我們第一時機查過了這個鋸子 後來經前市局的前面 裡面是有漏血殘殺 這個後來經DNA的比對 是就是來把鋸子 就是鋸這個死者的身體 DNA比對確定是阿翰 大家心中有了不祥的預兆 阿翰是凶多吉少了 但是這時候的黃家慶 卻還是不肯鬆口 應序時花招百出 看守所那邊 守望那邊有跟他通知 說明天好像檢警又來借訓 借訓 結果他就假裝他 就是抽絮 所以那天晚上好像 深夜就把外救了 可是後來經過醫師的一個檢驗 也是檢定出來是假的 每次跟他接觸的話 他都是很鎮定 而且一些動作很多 不是貪在那邊 就是不跟你講話 所以他 對 對 直到警方找來黃家慶 另外一個親密案人 醫學院八年級的學生林林里 整個案情才有了重大突破 請林里以黃姓嫌疑犯來對指 見面是有相互互看了一下 結果現場有 就是有哭泣這個動作 你再描述一下他們見面之後的狀況嗎 A10分鐘 最主要是林姓這個共犯 他有講到一句話 就是說我被你害死了 所以這個嫌疑人 他就整個崩潰 所以有 就做一些案情的一個供述 原來黃家慶騙阿翰說 藥廠推出高蛋白吸收劑 要進行人體試驗 說服他同意之後 把簡稱肉鬆的肌肉鬆弛劑 混入俗稱牛奶 也就是乳白色的呼吸壓抑劑 注射到阿翰體內造成死亡 接著裝入行李箱當中 請搬家公司搬到出租套房裡 找來醫學院的愛人林林里 肢解實體 病劑的聲音很大 如果肢解的話 會炒到隔壁的鄰居 所以他們後來就 兩個共益 就是用鋸子來鋸 而且很好處理這樣 他們切完在湯 收集一些臉盆 鍋子 就是一直用熱水 再把汁水完的石塊放在熱水裡面 就把它炒出來對不對 稍微有這樣的意思 這樣說他們的解釋是說比較不會虎錯 不容易虎錯 比較不會出血 以醫學院學到的人體知識 先拿刀切開人肉 再以鋸子從關節處鋸開 頭四肢還有切成兩塊的軀幹 總共十一塊十塊 分成四代起尸 警方會同監視小組在封鎖線內來來回回 晚間七點左右 遠景就在台湯市南屯這片郊區發現分射後的兩大軀幹 目前所找尋到的應該是軀幹 兩塊的軀幹 就是身體的部份 其他的三代 手腳的話 他是放丟漆在華紫溪水裡面 軀幹是找到了 但是丟在溪裡頭的四肢和頭顱 卻始終沒有發現 阿罕爸爸原以為獨生子被綁架 每天打兒子手機 至少五十通 沒想到最後卻是死亡的殘酷事實 變成很瘦這樣 我不曉得 他有時候 有時候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場夢多嘛 對不對 就方式的事情一定會碰到一些 警方壓解黃嘉欣到現場 他一看到時代 整個人嚇得腿軟 還得坐輪椅 要後悔 你後悔什麼 有什麼話要跟十九或家屬說的 是真心覺得後悔嗎 警方高度懷疑 因為他聲稱和阿翰兩個人相約要殉情 但是看到阿翰死之後 自己卻沒有勇氣 後來卻又改口說是阿翰自願做人體試驗 哪知道就這樣死亡 種種理由都是想要減輕自己的行責 結果給他做掉死掉以後 大家都論的家長論的時候 他去做人體試驗 死掉往生的 其實黃嘉欣早在一年多前網路上認識阿翰的時候 就已經預謀要加以殺害 因為黃嘉欣是通緝犯 存犯加重竊盜以及妨害自由罪被判緩刑 後來又犯竊盜和誤告罪面臨緩刑被撤銷要入獄的壓力 所以想到殺人冒用身分的方法 因此在網路上搭曬阿翰 兩人交往之後在下手的前一天 先租了一間小套房 殺人之後進行分屍 四天之後再退租 接著拿阿翰的身分證 以及自己的照片 申請換發新的身分證 卻被護震人員識破拒絕分離 變身計畫才沒有成功 你家長跟家屬道歉嗎 跟家屬說什麼嗎 跟家屬道歉嗎 遇害的阿翰曾經參加星光二班校園初選 愛情好心流血 我不增加 他在同學口中創號叫做歌神 因為開朗熱心贏得好人緣 畢業後再彰化一家大賣場工作 認真勤勞 賣場還準備把他升為儲備幹部 沒想到卻被害死 讓阿翰爸爸痛不欲生 很高興 他一直在分析很高興 對不對 沒有學會 他在家裡的 他也叫道歉都沒有 介於共犯00的家住高雄 從小成績優異 立志要當醫師 他是一開始 可以到熊公司 分數 然後來救助我們學校 在學校表現他很優異的 因為他 他就很優異 然後他就很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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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很優異 大部分是在開刀網就多忙 開刀網 開刀網 要麻醉 要肌肉鬆弛劑 那應該實習醫生 要取得這些人 八年級 偷偷可以拿到 我們教人家的東西 是醫學上所需要的東西 但是你去應用在 不是醫學的問題的話 那應該不是我們的錯吧 苦讀八年 眼看醫院實習結束後 就能夠成為正式醫師了 沒想到以學校所教的知識 殺人分屍 毀了自己大好前程